其實我很想 你等一下我會回去製作 因為你平時出街都是見 我們都是見碩士的 其實很難找到泥土 然後我才發覺 再真的在馬寶寶開陶瓷班 還有做相關的project 才發現 叫一些學生去 你試一下到處找泥土 真的很難的 其實我後來回來才知道 我其實也有一筒 放了很久 其實裡面有很多種子 因為它會生些草出來 是啊 放了回來才知道 它會放一段時間 我明明選過 為什麼它還會吐些草出來 是很多生命在裡面 和我們買回來的泥土 我放在這裡 年多它都不會變 它除了會硬了之外 它會燒出來 它會有很多東西爆發 就是有些 石頭可能會溶掉 然後有時候有蠔殼 我不知道是否鹹漏了 它會無端端 蠔殼燒走了 會變成灰 它會有很多洞 有個學生很好笑 有個學生是 在他一旁 不知道是在新界種菜 在大嶼山種菜 然後它就刮了一些泥土 它就告訴我 那些泥是用來種西洋菜的 你會聞到西洋菜味嗎 就是突然間 是那件事變得有性格 就不只是泥本身 其實它會有一個故事 那件事我覺得是 整個過程裡面 我覺得是最 最有價值的 最有價值的 就是好像馬士堡一樣 就是好像農夫的生活 它可以 你這個地方 你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你不用特別去擔心 現在是我和食物之間 我和我的生存之間 在中間隔了一層 就是我要賺錢 我才可以找到我的食物 但是農夫不是的 就算不需要 我要賺到錢 才可以找到食物 它很充滿 有一個田 它可以靠自己 靠自己去種菜 就算我做out work 我也不可以吃 那件事都是不同的 我會經過很多層 才可以買到作品 然後可以換錢 錢才可以換到食物 我覺得農夫的生活是壞掉的 我不需要經過這麼多層 我和我本身 人的本能需求 不需要經過太多的事情 可以補充到 農夫的看法 和村民的看法 他們提升了另外一個 我們看這個城市的空間 或者看我們的生活 應該是要一些甚麼 的角度出來 那這個角度 其實又可以影響人去審視 其實我們的生活是否這樣 是否就是這樣 是否不斷地扭 是否 我覺得是有變的可能 我和村 都不是這樣的 十年後的村 如果他 你給他再 村他本身都是發展的 你給他時間 還有肯進入下去 其實他不是現在這樣 是不公平的 你覺得他之後是這樣的 其實可能是 因為他是跟回 一個他本身是很自然 他自己都是發展的 現在是有 可能某些的因素 可能是 可能會很擔心 會不會被人收 其實這件事是在阻止 那條村去發展的 嗯 你覺得這個恐懼 其實是 是停了 令到那個東西 不是在發展 其實 本身 他是一個生命 他在發展 還有 我想是 我很慚愧的 其實對著農夫 嗯 是啊 我覺得他 對於 食物的 種植 那個了解 農夫 對泥的了解 跟我是什麼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其實泥對我來說 現在還是 我去做創作的時候 他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物料 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 做藝術 很多事情都是說 Visual 效果出來 其實都是重要 我就算在過程 我 預算多少 他出來擺 在觀眾面前 或者我去做的時候 我始終都會想 他的效果是怎樣 但是 農夫看 你覺得他是一個 他是 他看生命 看那個東西 泥土本身 他有一個生命 泥土的生命 和植物的生命 和人的生命 天氣的生命 整個空間是很連結的 跟我看是 我們做藝術 我的表達 我很自私 我慚愧是因為 我覺得 我沒有那種 空隱 沒有那種看東西的角度 我覺得 我仍然都是覺得 他在想 他如何表達 他表達 其實表達是很自私的 某程度上 這個是一個藝術 和一個農夫 是啊 是啊 所以我 是很慚愧 但我又很想 去學習 那件事 很想他很慷慕 很想他 有農夫那種很慷慕 去做作品 就要去做作品 那件事 就要做作品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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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作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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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